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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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股市很担心 今天晚上会有一些波动 所以台湾人 我说台湾人很聪明 就是美国在休息的时候 在认真打拼 所以台湾人基本上就 看到这个电子盘不强 再看到意大利的一个大选 产生的影响 所以就先卖股票 我们就先反应了 就先反应 亚洲股市都一样 今天亚股都是先反应 只是说像首尔指数跌得更多 跌了0.9% 就是南韩的指数跌了0.9% 那台股的部分只跌0.5% 已经相对是抗跌 对我刚刚忘了讲指数 对指数的部分我帮你报 加权指数我们收在10642点 跌掉了55点 那跌幅是0.51个百分点 OTC指数是下跌了1.1点 然后收在146.69点 跌了0.74个百分点 好钱家亮 11191 加权指数 119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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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了 这蛮麻烦的 今天要119 今天其实成交量比较小 对不对 理论上本来就是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是看到结果的 对那美国还没有 他们在睡觉 所以我说他们不努力 在睡觉 所以今天晚上 他们才会起来看到结果 所以看到意大利的大选结果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这就是美国的电子盘 会下跌的原因 好不管如何啦 反正台股的部分 永远都会有利空 好这个股票市场本来就是这样 永远都会有利空 那有利空有利多很正常 那有股票不会 这个我们应该这么说 它不会所有的好消息 都给你之后 它股价才开始涨 那绝对不可能 对吧 就是当你看到好消息 通常股价都涨一大段 所以利空的部分 要怎么去解决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面对的课题了 今天台股的部分 其实有两大主轴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蛮强的主轴 大部分股票都比较弱 那有两大主轴比较强 一个叫挖矿 对吧 这个比特币又涨上来了 所以挖矿的一个题材 今天表现非常的强 包含了这个找盘 原先涨停板的汉迅 虽然它后来变成平盘 这找盘涨停板 收盘变平盘 就差了一次停板 它已经在处置嘛 对不对 它一直在处置 可是它在今天找盘是创新高 对 好强啊 对啊 你看哦 汉迅唱新高 强不强 强哦 好 那我们有买汉迅 有买什么 美睫嘛 对 也有 对对 今天找盘也是涨停板 对 但是尾盘汉迅一打开 他就跟着打开 动作也很联动 美睫虽然是被动元件 但它基本上是跟挖矿相关 在被动元件里面 有两档股票跟挖矿相关 哪两档 一档是5255的美睫 另外一档是6449的玉邦 美睫其实是电感厂 但是因为它是主机板的电感厂 各位懂我意思吗 就是 就是 像是汉迅就是他的客户 这个 对 技嘉维新都是美睫的客户 好 就相对来讲 他是比较偏向是在挖矿这个题材 所以美睫 今天早饭掌短板 然后呢 收盘杀回来 因为汉迅从掌短板杀回到平板 所以他跟着就杀下来 这个 大家会这样联想 那玉邦的部分也是一样 早饭开掌短板 玉邦是开掌短板 然后呢杀下来 不过玉邦相对比较强 涨了5个百分点 不管是玉邦 还是美睫 今天都创 破坏新高 我的美睫在今天创下 历史新高 哇 历史哦 就他挂牌来的一个高点 然后美睫在 在 在这个今天创下历史新高 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美睫 因为我觉得 嗯 追汉迅也行啦 但是我实在不太想追那么高位阶的股票 那我认为变动元件有涨价题材啊 所以我就买美睫 那买他的原因 嗯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谈到 第一个 他本身跟挖矿有关 第二个部分 美睫的一个这个 获利还算不错哦 因为美睫在今年的获利 预估大概可以赚到5块钱 好 所以预估可以赚到5块钱 所以我当时在买的时候 55块在买是买什么 买本益比大概在11倍 我觉得OK 在变动元件里面 本益比11倍算是很便宜的 那个玉邦的本益比是很高的 超过20倍 所以美睫的本益比 大概可以 大概11倍 所以我当时买他原因在这边 好 那今天冲上去之后 我们做了一些调节了 好的 基本仓留着也调了一半 好 那就是这个原因 基本上就是 创新高之后 股价很难维系 那这样很难维系 我们就先做一些调整 但基本仓还在 我还是看好美容元件 好的 而且主要还是 他的订单能见度看到了 上半年 然后呢 一月营收 都在淡季之下创下历史次高 所以表现相当不错 所以美睫的一个部分 主要是板卡电感供应商 它是电感厂 但是跟挖矿相关 好 所以我刚才谈到了 像技嘉 微星 华琴 汉逊 那是标准的所谓挖矿股 这些厂商都是美睫的主机板客户 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 而且最重要的 它已经扩散到 它的产品性 扩散到电竞跟挖矿用的显卡 好 所以这就是我买美睫的原因 另外一个部分在车用 好 我买美睫 还有一个部分在车用 因为这个车用 它的一个车用产品 取得了ISO ISO的一个认证 16949 我就有一个16949的认证 所以呢 那么可能会在第三季 会有一些订单易处 好 就这一部分通过认证之后 第三季会有一些好的题材出来 好 所以我买一档各国 一定是从长线的角度去思考 然后再从短线的一个架构去看它 所以我当时会去买美睫 原因就在这边 好 也不错了 好 今年冲上去之后 我们调了一半 然后呢 这个就就就十几帕而已 没有多少 因为才上个礼拜 太采买啊 很好 也是啦 我们上个礼拜试买的 对 然后当天收高 礼拜五拉上去 今天再碰涨停板 如果收涨停板 会赚到20%咯 但可惜啦 没有卖到涨停板 所以被它打回来 好 不管如何 就是我往这边走的原因 是因为 基本上就是 我认为变动原因 是阶段主流了 好 还蛮明确的 因为还有看到消息好大 新闻又来了 日商要 MLCC要涨价咯 对呀 对哦 好棒哦 老师 谢谢你 但是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MLCC涨价 当时我在买那个华星科 也有会员在问 老师 那个华星科 连那个月线都没有站上去 好 月线的反压都 都没有站上去 现在呢 站上去了 站上去了 今天最高来了95万半 就这几天 就站上去了 所以我常在讲说 等你站上去再买也行 但是上面的卖压 比较重的时候 你就会受到影响 会震荡 好 MLCC的最纯度 最高的是 华星科 我跟各位谈过 我这次没有买 没有买核生糖 我把华星科接回来 但是我并没有接核生糖 原因就在于 MLCC占核生糖的比重 只有三成 但是MLCC 就基层淘质电容 占华星科的比重 有六成到六成五 纯度比较高 纯度比较高 好 所以如果说MLCC要涨价 谁社会最大 一定是华星科 不会是核生糖 国聚呢 国聚呢 国聚当然 那个龙头不用谈了 我只是不想买那么高价 我已经说过 那他几%吗 几成啊 应该是这样 他的纯度 基本上就是 他有店主 他都很平均 有店主 有那个MLCC 那国聚其实是最优的 我先强调一点 我只是嫌他价位而已 其实我们这次来谈 就是 我这次做被动元件 我的主轴不放在MLCC 所以我MLCC是买了一档 叫华星科 我主轴是放在晶片店主 有 我有讲过 我说店主的部分 那么才是这一波的主角 去年底 去年底是以MLCC为主 今年整年度 大概是以晶片店主为主 不过因为日厂的部分 日本厂商MLCC涨价 所以造成MLCC也不错 所以MLCC跟晶片店主 都可以平衡布局 好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还是强调一点 MLCC就没有几档 就三档啊 不是买国具 就是买华星科 不然就买核生堂 我到时候来看看核生堂吧 但是核生堂 目前股价比华星科高 我认为不合理 好 核生堂今天是收101 但是华星科收在哪里 收在93.8 93.8 所以我宁可买华星科 好 这就是我买华星科 没买核生堂的原因 将来等到华星科上去 核生堂修正回来 我们再来考虑核生堂 因为核生堂占的比重只有三成 它比较偏通路 核生堂比较偏通路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好像日电 有很多人来问我日电帽 那个日电帽是跟通路比较有关 有些是通路商 你懂我意思 通路商的概念 它不是去制造这个MLCC 华星科是制造MLCC 国际是制造MLCC 所以我的部分是放在制造 制造端 而不是通路端 好 我想这是关键 好 不管如何 今年的被动员将怎么看 晶片电阻一定是最好的 好 晶片电阻为什么会是最好 主要的原因就是 日本厂商在 它基本上就是 它退出了这个 整个中低容的部分的这个领域 它转向中高容 中高容 中高容的部分在哪里 容量 我讲的容是容量 中高容量 中高容的容量 主要用在是车用 所以日商大概都往车用走了 它3C的部分 它就减轻掉了 所以变成台厂的部分 就拿下这一块 懂了 好 那 因为竞争者变少了 对 所以像晶片电阻的部分 它的涨价风华高客 大陆的风华高客 已经涨价了 好 涨了大概7%到13% 我知道的大概是这样 那问题的中心点 你只涨7%到13% 但是 麒麟芯旗下的望全 它涨幅是15% 好 所以大家都没有考虑麒麟芯 我觉得很怪 其实我最看好的麒麟芯 不管如何 今天麒麟芯是下跌的 好 晶片电阻是我最看好的 那 那 麒麟芯 我刚才谈到有三档 一档是国具 我有会员在问 盘督在问 就是老师 那国具可不可以吗 我说可以 我只是 我只是觉得它高 我价位太高 你不喜欢华星科 你喜欢国具也行 没什么意见 所以国具的部分 华星科的部分 那最直优的部分 我觉得应该是在国具 没有错 然后最具有受惠的部分 是在华星科 然后第三才是和声堂 好 这是我的排序是这样 国具华星科和声堂 谢谢老师 讲解很仔细 你要买第一名的 当然OK了 那店主的部分就砸了 晶片店主的部分就比较杂 那比较杂的部分来看的话 比较标准的 大概是3624的光杰 我今天买了大翼 其实我大翼跟光杰 两只一只在想 我到底应该买哪一只 早知道两只都买 前听他买早知道 结果光杰给我拉涨平板 因为它晶片店主 光杰也是晶片店主 那晶片店主的部分 涨价嘛 因为它的母公司叫风华高科 中国大陆入住 它好像有四成吧 入住私下四成的一个股权 第一大股东 第一大股东是风华高科 风华高科在涨价 所以光杰也涨价 这就是为什么3624光杰 今天可以拉到涨平板的原因 就是晶片店主在涨价 那大翼的部分呢 那我买 我今天是买大翼 我为什么买大翼 大翼的部分 我觉得它有一个利基 它还没涨价 可是它的一页营收创新高 光杰也是啦 就一页营收创新高 在淡季四下创新高 所以大翼的部分 它因为没有涨价 它反而接到转单 好 你要了解 然后台厂的部分来看 晶片店主最大的叫国具嘛 我就纯粹就台湾厂商来讲 晶片店主 其实产能最大的是国具 第二名是谁 是旺权 那旺权已经被病掉了 所以旺权已经没有挂牌了 那没有挂牌是谁挂牌 就是旺权 2456旺权吃掉了旺权 我看好它竟然够疊 头很痛 因为旺权还带的组别比较多 那没有关系 第一个就是国具 晶片店主 我现在谈晶片店主 我们刚才谈MLCC 你知道了 那谈晶片店主 第一名是 就产商最大的是国具 第二大的是旺权 因为旺权没有挂牌 所以可以 我们就去买旺权 原因在这边 因为旺权心病掉 百分之百持有旺权 那第三大就是大益 光节没有那么大 因为大益的纯度最高 它的晶片店主 占的比重 大概六成到六十到六十五% 所以跟华兴科很像 华兴科占的比重 在MLCC的比重比较高 那晶片店主的部分 又以大益 占的比重比较高 所以我后来想想 还是买那个比重比较高的 结果大益就停在那边 就是小涨 就涨了2.5% 就买的成本就在这边 然后但是光节的部分 啪就拉涨 那有没有阻力就差很多 所以做股票 有时候想想 还是要看一下 有没有阻力在里面 纯粹基本面的提产 像西里心都没有人管你 就算我再看好 没有用 将来可能要市场去认同 这个有点类似 当时的值得有没有 有 当时值得在85块 无人问津的时候 对 没有人理你 对 那时候真的没有人理我 这个在90块 因为你值得 老师被盘到 后来就值得 后来冲到150 然后被人家发现了 在90块那边整理完之后 被发现 然后啪就送上去 好 需要稍微 齐力心稍微整理一下 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 就是值得今天盘中一度 急冲 好兴奋 涨5% 收盘跌 1.88 你看看你做股票有多辛苦 你如果永远是照着盘面强势去做 但有一些会拉上去 像光鞋子拉上去 但有一些给你杀回来 懂 像值得就给你杀回来 所以我跟各位谈过 值得的150块 短期间 它就是短期的满足点 我已经讲过了 一直有 对 但我现在告诉你 他就在整理 就在整理 那整理的部分当中 等他 因为我们也卖了一半 所以整理的过程当中 等他整理完之后 我看要不要再把一半接回来 是 有些股票我调了一半 原因是因为 它已经来到了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可能已经上不去了 那我就必须 有一些压力 对 有一些压力 我就必须要做调整 好 我想这是操作上的观念 所以刚才谈到了那么多 其实晶片店主 我最看好谁 大一 乱讲 国具 不对 好啦 奇力星了 终于给你猜对 好啦 因为老师呢 其实一讲就讲蛮多 我也记笔记啦 对啊 晶片店主 一 国具 二 望全 那望全呢 现在是属于这个奇力星 三 大一 纯度最高 对 大一的纯度最高 所以 但是它没有涨价 人家光节是有调涨价格 大一没有调涨价格 所以 所以现在还是 所以光节会涨的原因在这边 还是要注意一条 那个涨价耶 对 如果它涨价的话 大一如果涨价就上去嘛 你现在回头想一件事情 它还没有涨价 等它涨价之后 它就会上去了嘛 希望它快涨价 呃 它就是因为不涨价 才会抢到一些订单啊 对吧 有时候是一体两面 有时候是这样的一体两面 不管如何 它的营收动能会不错 你只要毛利率维持就行 因为毕竟 晶片店主 今年整个在缺货 缺到什么时候 缺到一整年 我最喜欢听到这样子的 我原先不认为 它们会有那么厉害 我发现 这真的缺一整年 好 缺一整年 所以今年会有供给缺口 大概7%到10% 那很大哦 那供给缺口 7%到10%是很大的 所以电阻的部分 是我最看好 所以奇力星大义 是目前持有电阻 我们持有的电阻 好的 光节有点可惜 但我在后面 我再想一想要办法 再留意 对 我再留意看看办法 所以被动元件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 其实奇力星的获利很高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奇力星去年赚7块1 今年预估要赚到8块钱以上 所以它本益比其实并不高 奇力星目前的本益比 如果以美洁来看的话 我们用美洁的最高 今天最高来到将近65块 那65块它本益比是13倍 奇力星好像也是13倍 所以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如果以8块钱来算的话 12倍左右 奇力星大概在12倍左右 所以目前整个被动元件里面 本益比比较低的 像美洁拉 像奇力星 那我比较偏向去选择 这个本益比比较不要太高的 你太高的 你像华欣科只赚5块钱 它的股价涨到哪里 涨到了今天最高来了95 然后呢 95块半 然后奇力星去年赚 我讲的是去年 去年奇力星赚7块钱 那股价也是95 所以谁委屈了 如果同步对比的话 奇力星是委屈了 所以我想 我们在做股票过程上 当然不能这样比 我要谈的是 后面到底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金片电阻 MLCC都有机会 甚至包含了铝资电容 所以铝资电容的部分 当然会输给基层淘质电容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可能会以MLCC为主 基层淘质电容 好我再讲一次 费动元件分成三大块 哪三大块 第一个叫电阻 然后第二个叫电容 第三个叫做电感 所以奇力星是电感 美睫也是电感 只是美睫刚好搭 它是主机板 它的客户都是主机板 所以搭上挖矿的题材 所以美睫的 这个本益比是比较低的 它获利是比较高的 然后晶片电阻 要等它涨价之后 它的获利才会拉上来 好你大概了解到 这个状况之后 就知道怎么去做 当然我强调一点 就是股票市场 本来就起起伏伏 我是觉得操作 就稍微定性一点 所谓定性一点 就是稍微知道一下 你手上股票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去做就可以了 很重要 当然有些股票 最近杀回来了 像我们的3037的星星 有很多会员在问 那目前我只能告诉你 就是我目前的看法没有变 但是从马面 它就是杀下来 所以杀下来之后 我们就看看 除非它的基本面改变了 那如果基本面没有改变 你就续报就可以了 我想这就是我带会员 操作的一个方式了 好谢谢老师 真的就是在操作的时候 要知道你为什么而买 那在观察的这些原因 这个因素是否有调整了 这部分老师 这边都会提供给大家 深入的一些研究 甚至我们现在对于被动元件 越来越厉害了 下次我们可以出考题了 好那么今天的访问 进行到这里 很快的要接近尾声了 非常感谢轮延头顾 杨天迪杨老师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习真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如果在操作的部分 有任何疑问 欢迎您来电咨询 工商服务的电话 提供给大家 0223219933 0223219933 另外老师的免费Lite 也欢迎您直接加入 ID就是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而至于老师今天提到的 被动元件的 电阻电容电感等等 还有老师的5255的美睫 还有华星科等等的 细节操作 欢迎听到朋友 问题来电咨询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股庙致富 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 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何彦总顾问主长 101年金管投顾 新字第026号 好的 欢迎听到朋友 持续锁定的是 投资理财王第二个单元 股市战将 邀请到的是市场当中的 资深分析师 来自于华信投顾 林何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您好 嗨 齐正好 大家好 我是林何彦 好 老师我们台股呢 今年开盘的时候 感觉涨势凌厉 可是结果怎么又急下下来 甚至呢 今天的盘中 有很多的个股 有点让我们很惊慌 对不对 其实私下 刚刚跟老师 在先聊的时候 老师说 其实今天蛮可惜的 就是 好像都在杀一些 好的股票 对不对 好公司 那所以呢 今天在LINE上面 老师的强棒初级 也是 就有发现一些端倪 因此就说 今天先停赛 对不对 好 今天盘中 到底怎么观察 还有我们近期如何来掌握 那比较好呢 请教老师哦 好的 今天台北股市 收盘是跌了55点 你看开盘是涨58点的 可惜啊 后期无力啊 上个礼拜五 欧洲股市是跌比较重 欧洲股市 上礼拜五 很多都跌到2% 那美国 道琼一开盘 跌了391点 哎收盘的时候 变成小跌70点而已 以道琼的现行来看的话 礼拜五那根下影线 还蛮长的 三百多点下影线 代表低档买盘 其实是还蛮踊跃的 那礼拜五 美国股市的部分 NASDAQ 大涨一个百分点 费城半导体 更大涨1.77% 其实科技股的大涨 对于台北股市来说 这是优利的哦 这是有利的 所以为什么台北股市 今天会开出高盘 就是因为美国科技股 那么的强 所以台北股市 今天开出高盘 早盘是涨了58点 哎可惜 今天亚洲股市太弱了 今天台北股市 开高是预期中 可是开高之后 哎看到很多股票都在攻 感觉上 那个市面好像不错 可是我看到亚洲股市 普遍都开出低盘 尤其像日本跌200多点 南韩股市今天一开盘之后 也跌了1%多 很明显今天亚洲股市 在干嘛 在扯后腿 那有亚洲股市在扯后腿 那么台北股市 要自己独自攻上去 那就不容易了 对不对 因为台北股市 不可能脱离 亚洲股市的范围嘛 然后所以亚洲股市 今天那么弱 也是让领和宴今天早盘 看台北股市开高之后 心有余悸的一个点 那另外一个 大家不让我们注意到 今天台北股市开高 涨50几点的时候 股王大力光 一开就开始杀盘了 一开盘就开始抬 那收盘的时候 大力光是跌了170元 跌了4.3% 哇 股王跌上算蛮多的 那如果说只有股王了就算了 今天连股后金册 今天一开盘也是跌掉4% 收盘的时候跌掉6% 跌了65元 我经常跟大家讲 你在分析盘式的时候 光是看加权指数涨跌 那不够 那个不够 你一定要看到最细的地方 那最简单的 你就看股王股后 股王股后是大盘的领先指标 也是多头的信心指标 一个盘式如果股王股后太弱的话 那个盘子也不会起来 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四跟礼拜五 大盘开盘 礼拜四 大盘开盘跌105点 可是大力光开盘之后一路涨 就大盘整个被拉上来 收盘剩下小跌20几点而已 那礼拜五的行情 虽然说台北股市也跌了80几点 可是股王很强 第二周股王只跌20元而已 才跌20元而已 以这种3000多块的股票 跌20元是很少的 所以上礼拜五就跟大家讲 不要看得太坏哦 因为股王很强 所以随时这个盘会再上来 你看礼拜 今天礼拜是不是整个盘就上来了 对不对 所以每天看盘的时候 股王股后 那是一个最简单 而且最直接的一个关盘技巧 今天很可惜 股王股后一开盘之后就走落 所以大盘今天要攻不容易啊 所以今天在9点44分的时候 会员应该都知道 我们会员应该都知道 在9点44分 当时加权指数还涨50点的时候 我通知所有会员第一通讯号 今天通知会员的第一通讯号 不可以追高 今天台北股市会开高走低 理由就是亚洲股市太弱 股王股后今天带头杀盘 纵使大盘涨也攻不出去 你看我这个讯号 多好啊 否则找盘那个行情 看起来好像一副药药玉势 很多人会想冲 很多股票都涨啊 很多人可能想要冲进去啊 可是我帮会员踩了刹车 你看我在9点44分发布这通讯息给会员之后 行情开始一路就下来了 从涨58点到收盘变成跌55点 这样一来一回 113点 你说我这通讯号是不是很及时 在最高点的时候 跟会员讲不可以买哦 今天会开高走低 所以有时候跟着林陀余演做 好奇啦 该帮你踩刹车的时候 我会帮你踩刹车 该推你一把 让你进场的时候 我会推你一把 有时候这种关键性的判断是很重要的 操作千万不可以冲动 有时候一个冲动 那最后下场可能会蛮不好看的 你看扎盘你去抹 找盘抢进去了 倒收盘 九层都要套 九层都要套 所以有时候忍得住 世界就是你的 忍这个功夫坦白说 忍这个功夫坦白说 不是那么容易啦 对啊 有很多技巧性的东西 你修炼多久 忍工 我在这个市场已经很久了 我想不用再多说 好的 有时候技巧性的东西 分辨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强胖初级 我停赛一天 很多人一定觉得很奇怪 今天这么好的行情 为什么强胖初级停了 很多股票都在涨啊 怎么今天我停赛一天 每次停赛我就想要知道 老师的想法 老师到底看到什么 因为我不是看眼前啊 我不是看眼前在涨 你看到了收盘之后 你就觉得 今天停赛还真的是不错哦 否则找盘跳进去 几乎八成九成都要受伤 对不对 所以今天停赛一天 是很有意思 对 有时候我经常讲 我们在投资股票 不是为了买股票 买股票 不是为了买股票而买股票 我们是为了什么 为赚钱而投资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有把握的时候 我们才会出手 如果没有把握 那就变成炮灰啦 所以包含强帮初级的部分也是一样 我有把握的行情 我就会通知你 我如果没有把握 我不会把你推到前线去当炮灰 对你没好处嘛 那对我更没有好处嘛 是不是 我一定要帮你赚到钱 你赚到钱之后 你就会来找林何彦了嘛 是不是 所以今天强帮初级 该为大家忍一天 就帮他忍 带大家忍一天 我不但是有把握才出手 更重要的 我只推荐底部的基优股 我跟大家讲过 我只推荐底部的基优股 我不会带你去队管啦 我也不会带你去买一些 投资的股票 业绩烂的公司 那种没有保障 很多好的标的在底部 我们慢慢来 看得到 有抓到 有掌握到 我们再做嘛 没有掌握到 我们有的是时间嘛 对不对 明天每天都有嘛 别急 你看我上个礼拜五 强帮初级推荐 3044的见顶 哎不错啊 虽然没有大涨 3044的见顶 上礼拜五大半六百几点 他也是欺一口啊 今天一样 又是涨五毛钱啊 很稳啊 那我为什么推荐建顶 你知道建顶是国内印刷电路板 第五大的 国内印刷电路板产业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规模 那能够挤升到前五大 那个产值 其实是都有国际条件的 建顶去年 EPS8.3元 这是公司成立以来 业绩最好的一年 所以去年的获利 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 他财报一发布之后 外资连买三天 上个礼拜五 外资买了2158张 连刷三天 外资买了5432张 外资连续三天 一直在加码见顶 所以见顶连续两天 我推荐完之后 虽然没有大涨 可是让小涨小涨税步前进 这随时会噴出去哦 随时会噴出去哦 我推荐的股票 都是底部的GEO股 你可以放心的跟 我没有把握 如果我没有把握 我也不会推荐 所以你放心 好 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在上礼拜 我就一直跟大家强调过 我说大盘的部分 怎么样 I get one 区间震荡 是 个股表现 有没有 我一直跟大家讲 区间震荡 你看一月份 我说大涨 二月份 过年前急杀 我说抗盘之后会大涨 那三月份一开始 我就说 三月份指数 破洞是在区间 重点在个股 所以三月份的操作 完全以个股为主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虽然跌了55点哦 今天总共有34家涨停板 有60家涨5%以上 更有107家涨3%以上 所以重点是 都在个股身上 而且我要跟你强调哦 你如果太在意指数的话 就贪不账了 所以个股 标的找到 买点到 你就要进场 三月份的行情 个股跟大盘 不见得会同步 可是选股 是最重要的关键 你如果找不到 就找林何彦就对了 如果找不到 就找林何彦就对了 你看很多人 今天不敢买 成交量才1100亿而已 很可惜啊 林何彦的人很好 而且一天才一个便当钱而已 对不对 你就当成请林何彦吃便当 我带你去赚钱 这样就好了嘛 对不对 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互惠互利的一个社会 不要因小失大 你看今天我们的股票 6577的进风 一开盘很快就涨停板了 哇 我们自尊会员的持股 这些股票里面不陌生啊 在2月23号礼拜五的强盘初级 我们就推荐过了 当天也是涨停板 当天涨停板是75.7元 那今天涨停板78.8元 我们会员72块跟71块买进的 你看今天涨停板的股票很多 可是大部分都是投机股 进风不是哦 如果投机股我就不会推荐哦 进风是基本面很强的股票 他是做坎路式的荧幕 EPS每年都有5块钱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这家公司从上市之后 120元跌到60元去盘底 尤其大股东持股高达85% 公司长期了 大股东一张都没卖 从120跌到60块 大股东一张都没卖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股东会拉一波上来 会作价一波上来 我上星期一直跟大家谈这支股票 我一直告诉你 进风要注意哦 六五七七的进风要注意哦 你有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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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买今天很高兴 今天涨停板 那如果没有买的 是不是很可惜 进风会不会再来120 那会不会再来120 仔细看哦 大股东持股高达85% 今天另外一档股票 4529 全身 第五几天半了 全身第五几天半了 你看全身 最近从 23块4 涨到36.9 57% 10个交易日而已 10个交易日而已 这是电动车的题材 我跟大家讲过 上个礼拜 获得中国大陆发改会 同意可以开 电动车专业厂的一个执照 这个不容易啊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拜五涨停 今天又有个涨停 已经第五几天了 已经第五几天了 所以三月份 可以赚钱的题材很多 你不要管指数 看个股就好 你看今天 全身涨停第五几天 已经多七% 对不对 进风竟然涨停 所以你如果找不到股票 找零天就对了 找我对了 三月份 我们有三倍得利的计划 跟上我脚步 好 谢谢老师 带我们来先解读 今天盘面上的一些重点 同时呢 也来追踪 近期老师呢 提供给大家的 这些好个股哦 希望大家都有赚到钱哦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欢迎今天的朋友 认同老师的操作 可以来电咨询哦 工商服务的电话 提供给您 02239 23988 02239 23988 目前呢 老师一个好康活动哦 叫做三倍得利的计划哦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帮您创造 获利三倍的机会 欢迎您来电咯 好 另外呢 老师的免费Lite 也欢迎您直接搜寻加入 ID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好的 欢迎听的朋友 持续回来锁定我们的节目 继续邀请林和彦总顾问 再来主讲咯 好 那么三月份的部分 到底应该如何来做掌握呢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哦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三月初而已哦 好 老师的分享 希望大家来听仔细哦 个股的部分也随时在做追踪 而接下来呢 请教老师 好的 今天加群指数开高走低 从涨58点变成跌55点 可惜啊 可是这个都不重要 我跟大家谈过 三月份指数是震荡区间 重点都在个股身上 你如果太在意指数的波动 你就贪不钱了 所以从个股出发 好 当你找到好的标的买点来 你就进场就对了 就像上个礼拜 礼拜四 礼拜五 连续两天大盘都跌 可是6577的进风 买点来我们就进场了 72元 70元我们就买进去了 今天6577的进风 一开盘很快有涨停板了 我上星期也说过两天啊 包含强帮初级都推荐过 你有买吗 那么好的标的 从120跌到60块钱去足底 大股东持股又高达85% 这种股票真好刀啊 因为你 它的股本很小 只有3.8亿 扣掉大股东持股之外 外面流通只有15%而已 15%是多少 大概5000张而已啦 外面流通股票只有5000张而已 这么少 所以很容易被拉抬 加上它业绩很好 如果业绩很差 我就不会推荐了 另外一档4529的纯深也是 第五级停板了 第五级停板了 10个交易日涨了57% 你知道电动车是目前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也是各车厂争相投入的一个重点 那纯深除了跟国内的电电工会 还有桃园市政府 合作要开发自动驾驶车以外 包含在中国大陆已经取得执照了 所以这样的话题 它的一个未来的爆发性 大家值得注意 10个交易日已经起50% 所以三月份的题材很多啊 找到强势的标的 你就用心做 你就用力做 不要被此数给影响到 三月份的话题 还有哪些题材 你看上个礼拜美国股市 在上涨中 最终多的基 还是美光 美光上个礼拜五又大涨3% 即将又要破18年高点了 那跟美光有关系的是 台湾是哪一支股票 208的南亚科嘛 对不对 南亚科今天虽然是平盘 大盘跌55点 他能够守平盘也不错啦 比较可惜的是 美光已经来到18年高点 南亚科一直供不出去 可是南亚科虽然供不出去 外资买进的动作是没有停的哦 外资上礼拜五又买了894张 外资已经连买第九天了 九天下来买南亚科 已经买4万张了 40961张 大概41000张 外资一直买 你知道南亚科去年 EPS14.3元 平米才五倍啊 一年短14块 平米才五倍而已 所以这个股票就是我所说的 底部的基优股 基本面很强的 还有哪一档跟美光有关系的 6239的历程 因为美光它低润后段的封装 跟测试 全部都是历程接的 所以历程去年EPS7.51元 也是七年来的最好 那获利是七年来最好 股价在九个月的低点啊 所以很明显的 股价还没有反映出 公司应有的一个获利跟价值 那北比只有11倍而已 这档股票也是法人的最爱 你知道法人持有历程的持股 有多少%你知道吗 法人持有 71.3% 外资持有69.9% 所以几乎它的股票 七成都在外资手中 那既然外资持有它七成的股票 外资不得那么多 不得代表人 代表后面它还有作价的企图嘛 所以才会买那么多都没有卖 那资美光 接下来如果破18年的高点之后 我想这两只股票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好 三月份的行情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年报啦 我一直跟大家提醒 三月底之前 所有公司的年报 全部都要发布出来 所以只要业绩有办法创新高 股价偏低的 它都有往上攻击的机会 很多 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 3044的见顶 包含过年前发布财报 8358的金居 金居贪5块 本一比8倍 所以过年前到过年后 也涨了18%上来了 这只股票随时 年限只要站上去 45块站起来 随时也是会叮动的 2383的台光店也是 今天台光店也涨了1块半 台光店古年大概 探一个股份 在印刷电路板族群里面 它是最赚钱的 赚了一个股本 股价从67块半 跌到90块钱 目前在90到110这里足底 这个底已经打了 进入第四个月了 随时会再攻跌 我们在过年前 102元买 涨到121元 我也是要买买了 因为既然在打底 给它点时间 等到底部完成之后 随时都会有攻击的机会 这种底部的股票股很多 特别注意年报的部分 包括6456的GIS GIS今天跌了 林何彦不会说 报喜不报忧 去的我就跟你说 那跌了 我还是跟大家分析 GIS后市我还是看好 因为去年从379 跌到155 昨年还贪你的三块 一档一年赚23块钱 股价已经腰斩过的股票 我想它在这里足底 在这里足底 就是让你减便宜货的机会 等到底部打完之后 那个发动出来 我个人觉得 知识股票后面是值得注意 但价格比较高 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如果你资金比较够的 我想知识股票 你可以特别留意 三月份的行情 完全看个股 你要找不 找林何彦就对了 我们现在有三月的得利计划 跟上脚步 我们一起来拼三月份的获利 好 谢谢老师 三月份如何赚呢 老师呢 每天在节目里头 跟大家来做分享 好 年报 还有呢 基本面的部分 都要持续地在做掌握了 从中来做严选 希望大家呢 可以赚到钱哦 好 今天访问呢 进行到这里了 感谢我们华信头顾 林何彦老师 谢谢你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欢迎听众朋友 任何疑问 来电咨询哦 不管是老师呢 谈到的一些个股 或者是一些观念啊 都欢迎哦 来电咨询 来电沟通 希望呢 对大家的未来操作 更有帮助 您可以打电话到 02-239-23988 02-239-23988 另外呢 今天老师刚刚有提到的 这三倍得力的好康计划哦 就是希望呢 可以帮着大家 获利凭三倍哦 老师说 三月份的部分呢 区间震荡 但是个股表现 用心做 用力做 绝对会赚钱哦 欢迎您来电咨询 239-23988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油